东武力3231、3232年,这两年岁月,注定是载入中途史册的两年岁月。 先是重谋浩劫之战,令天下各方势力天榜高手现身,齐聚荒舟,同重谋展开决战。 旋即,就是大晋帝国和众多势力组成的仙道联盟,爆发中途上前所未有大战。 最终,圣经城一战,无冤斩杀晋权。 晋继、赵行等一纷纷身死,大晋帝国最高层土崩瓦解。 整个晋国短短半月内覆灭,晋权的实力已让吉北王、桑谷、柳军行他们为之仰望。 而能斩杀晋权的无冤又强到了何种地步? 所以,根本不必无冤表态。 在方下,穷海王暗中推波助澜下,仙道联盟由原先的松散联盟,迅速成为凌驾于天下各方势力之上的势力。 在吉北王、北利建议下,无冤得到一致公认,成为联盟盟主。 东武力3231年10月,横云宗大军自江州出发,一月内就占领了元州、楚江、中州、盛州、全境。 东武力3231年11月,帝国建立,国号吴,开国帝军为无冤。 东武力3232出,在方下,穷海王的外交手段下,北至北州、南至南海数十万岛屿,穷州、西至西州、荒州、东至海外荒州。 凡人族所致,凡妖兽所致,进阶臣服于吴国。 中土文明复苏三千余年,自武王后,又一位得到全天下所有强者、百姓认可的共主出现,吴渊。 一是三千年来,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中土的国度出现,吴国。 原先的群星楼、武宗、七星楼、九沙府、几北联盟乃至恒云宗等众多势力,依旧存在,可势力都在急剧缩水。 东武力3232年,即先武力元年,中土仙道联盟更名中土位,各方宗派的地榜宗师、天榜高手,必须加入。 与此同时,立一只直接听命忠诚于共主无冤的藤蛇位,在方夏的率领下,低调的成立,开始在整个大陆上选拔结出幼年少的武道天才。 自幼培养,绝对忠诚。 南梦府,离城,郡宗武院。 今天,我们要游览参观的,是陛下年少时修炼过数年的地方。 一群新入院的少年,正跟随一位黑袍中年人,走在武院中的这处境地。 这些少年都好奇望着四周,看起来平平无奇,别乱摸。 黑袍中年人呵斥道,别觉得一切看起来不起眼,但你们要知道,八年前,陛下还在这里修炼, 在武院中的数年,陛下一直都是弟子中修炼最为刻苦的。 当年,陛下就是从离城郡宗武院走出,进入云山,成为恒云宗当代第一天才,成为我中土大陆第一天才。 乃至最终站在大陆最巅峰,开辟无国。 黑袍中年人颇为激动道,说明什么? 外部环境不是最重要的,只要你们用心修炼,努力修炼,将来同样能成地榜宗师,乃至成天榜高手。 黑袍中年人声音高亢,这些少年都听着,心潮澎湃。 他们都是十来岁,自他们懂事起,就是听着无冤的传说和事迹。 开始时,只是江州第一天才,后来成为中原第一天才。 最终,更是一跃站在大陆巅峰,何等传奇。 在这些少年心中,就算传说中的人文之族舞王,都远不如无冤,让他们本能崇拜,向往。 很快,一行人走出这栋楼。 从远处迎面走来的,是一极为年轻的舞袍女子,英姿萨爽,漂亮非常。 还院长,黑袍中年人联形里,院长,他就是院长。 据说,当年,陛下的第一人老师就是院长,这群少年都激动望着那位美丽女子。 离城,吴府,宾客,络绎不绝,院落深处,凉亭,真是一天得不到清闲。 身材魁梧壮硕的青年男子摇头笑道,落河,让你久等了。 站在不远处的,是一翩翩公子。 哈哈,我落福也是一天到晚有人上门求见,都排起了队,什么人都有。 落河摇头失笑,连南州的一些大族,竟都欠人来送礼,也不知,他们从哪里听到的消息。 今天,我到你这,就是多清闲的。 落河笑道, 壮硕青年一笑,行,酒管够,坐,两兄弟坐下。 壮硕青年盗起了酒,一边说道,怎么样? 你父亲应该决定了吧? 落世元老汇,全票通过。 落河摇头道,不过,我推了一年,明年再接组长位吧,还能安生一年。 壮硕青年点点头,如今的你,可不一般。 五圣,你不也一样? 落河瞥了他一眼,你父亲的任职下来了吧? 嗯,俊卫。 壮硕青年点点头。 这两人,正是吴渊年少时的好友五圣,落河。 当年,吴渊进入云山后,他们一直在南梦五圣修行。 以前读书,总决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只是笑谈。 落河摇头感慨,没想到,有一天,我们成了他人口中的鸡犬。 五圣不由一笑,真算起来,也有好几年未见吴渊了。 落河轻声道,真回忆在五圣的时候,慎言得称陛下。 五圣低声道,对,是陛下。 落河摇头笑道,当年就知陛下会有大成就,可没想到啊。 梦幻。 五圣吐出两个字,对,挺梦幻。 落河点头,摇头感慨,不过,世人知道我们是陛下好友,言之陛下是否已忘记我们。 忽然,少爷。 管家急匆匆从前院跑来,少爷,快,速去前院接旨。 什么旨意? 五圣一愣,是陛下的圣旨。 管家连道,落少爷,你也在? 速速回家去,落府邸也来了一份圣旨。 两兄弟当即清醒不少,同时起身。 云山府城,已正式更名为云京城,作为整个吴国的都城,注定会成为中土大陆的核心。 所以,云京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扩建,在计划中,云京城最终要横跨云江,纵横上百里,容纳八百万人口。 将超越中州城,成为天下第一大城。 不过,还要时间? 东城,已扩建数十倍有余的吴府,楼阁纵横,大府内还划分有众多府邸,就宛若一座小型皇城。 其中一间庭院内。 书,你说,陛下再会赏赐你一个什么官? 身材高大的,紫袍青年激动道,你可是无视祖宗族长。 没有什么祖宗分支。 身穿黑袍的吴帽淡淡道,只有吴国皇族,皇族族长是吴启明,我只是宗老。 是,你是宗老。 紫袍青年连道,吴帽轻声道,先公已传下命,封吴义君为长公主,又称南梦公主,封地南梦府。 封族长为东江王,为皇族之长。 至于我,应该是侯吧。 吴帽淡淡道,侯。 紫袍青年忍不住道,那吴启明封为亲王,您再怎么样,至少也该是郡王吧。 吴启明是例外,陛下已有旨意,往后皇族子弟,非天榜不得封王,非宗师不得封侯。 吴帽平静道,该有的赏赐,不会少的。 记住,我们收获的荣耀和好处,已大的惊人,可陛下信中,我们和吴启明他们,有天差地别。 都吩咐下去,别张狂,别有僭越之举。 心中也别有不分。 吴帽撇了炎子袍青年,陛下一统天下,我们未出半分力,没有吴氏,陛下依旧是威震天下的皇。 可是,没了陛下,我吴氏一文不值。 幸好,陛下为阻拦皇族上进之路,现在要做的,是利用好资源,努力修炼,诞生更多宗师乃至天榜高手。 云山上空,两道身影形走在虚空中。 少主,你的吩咐,我都已经传令去办了。 方下笑道,这几个月,天下各州,都已基本建立帝国的秩序,统治已初步形成。 接下来,就是潜移默化,让大陆的无数百姓,真正信服吴国,乃至信仰陛下。 这要时间。 方下郑重道,老方,按我的意见,担任仙道联盟的盟主就足够了。 无冤摇头道,何必建国? 或许,有些天榜高手追求开宗立派建国称帝,可对无冤而言,他并无这些追求。 陛下,不建国,如何能令天下信服? 方下摇头道,没有统一的名义和力量,如何能削弱原先各大宗派的存在感? 信仰香火,也就无从谈起。 其实,中途完全统一,减少纷争,对普通繁俗百姓是最好的,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战火。 这些事都不必少主管。 方下笑道,我何不与他们,自然都会安排处理好。 等制度完善,一切走上正轨,自行运转,便不用少主多费心。 少主要做的就是一如既往,修炼。 你的实力越强,中途便越安全。 方下道,即使真有下山世界其他区域强者冲过无领域抵达中途,我们亦无忧。 嗯,吴渊微微点头。 吴渊又同方下聊了会,知晓了这几月来的大小事,又探查了云山城一带的诸多情况,便又回到了天乌山。 这一年来,对中途大陆的无数百姓而言,可谓风云变幻,但对吴渊来说,并无太大变化。 圣经城一战哈后,除去祭奠了万兴道人,东坛大帝他们,又亲自立下了相关的纪念碑,年年祭祀不绝。 吴渊就只在中途先公现身了一次,接受众多天榜高手的朝拜, 正是确立在中途的至高地位,并非吴渊真的想一统中途。 可当他的实力显露,麾下又有放下穷海王推波助澜,一切便是水到渠成。 不过,对吴渊影响不大,一切杂事自有人去办理。 出偶尔陪陪家人,吴渊的绝大部分时间精力,都是用来前修,以及破解令牌印记。 进修室内,耗费十个月,靳全留下的这块宝镜令牌,终于要被我攻破了。 吴渊低头望着手中这枚子府令牌。 圣经城一战,吴渊斩杀众多天榜高手,尤其是斩杀竞拳,自然收获了对方全部宝物。 经吴渊探查,出大量飞剑法宝,灵器战铠等等,大量天才地宝,以及修炼典籍,书籍。 最珍贵的,就属吴渊手中的信物令牌。 只是,令牌蕴含的生命印记烙印无比深。 以吴渊的神魄之强,都耗费了记忆年,方才彻底抹去。 翁紫色令牌,忽然闪烁光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